市議員盧昆福 今日針對安南區九分子重劃區的分配方法 對地震局提出強烈質疑 他表示 用抽籤決定土地分配 根本不具法律效力 如果對結局不滿 任意地主都可以對地震局提告 這樣一來 勢必造成都市計畫再次延宕 盧哥若是挑口挑的 挑口挑的盧哥若是沒辦法 直接可以搞地政局 因為你做不到 第二 人來給你搞 未來拖地 它再暫緩 分配 對啦 那些地主又共識了 又沒有 沒有投靠這個法令 你向我們布這個說投靠的法令 這人怎麼會給你搞啊 怎麼會不會給你搞 這樣搞下去之後 勢必 其他那些地主 要分配那樣就各自了 地政局長林彥珊說明 因為約101公頃的土地為300多個地主共有 政府無權幫他們分配重劃後的土地區塊 只好參考區段徵收的模式 透過抽籤決定選地順序 而法規無明定該如何分配土地 所以此方式應該不算違法 這個分配方式 法規沒有去明定這些細部的規定 那我們是參考區段徵收 這種土地分配的方式 讓地主來抽那種順序籤 不是我們幫他限制說你一定要抽哪一塊 他抽籤是抽選地的順序籤 我們認為這樣也是比較符合一個公平的一個做法 林彥珊也強調 選地的自主權還是屬於地主 在抽籤前曾辦過兩場公聽會跟地主們溝通 之後也都有發送公文 分配時也盡量讓每個人獲利相同 在不公平中尋求最大的公平 記者楊凝子 王岐勳 台南報導